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沒有親子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自己製作很多藝品送給媽媽 例如有手飾盒、立體相架 我今天就想教大家製作一個心意卡送給媽媽 不過就是木製的 我們今天要製作這個心意卡 當然有兩塊木板 在兩塊木板的四角角我們都轉了洞 之後就拿了一條麻繩綁著它形成一張卡片的形狀 然後我們之前已經剪好了一個花張形狀的膠片 可以印上去方便小朋友畫回花張形狀 之後我們就可以在一些紙或貼紙上 剪一些自己喜歡的形狀出來 可以貼在花瓶上做裝飾 我今天就剪了這個形狀 就會貼在中間做裝飾 如果小朋友不懂得剪 或者不特別想剪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小刀 印圖案進去 或者用黃色筆 讓他們自己喜歡的圖案 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去畫一個花瓶出來 之後我們就會用LED滴膠 在一個面上做一層粉 可以有玻璃瓶的效果 如果家裡沒有這些LED滴膠的話 可以用指甲油 或者塗白膠漿 讓它乾了之後有少許透明 有少許反光的效果 都會做到玻璃瓶的效果 好了 我們現在做好了這個花瓶 我們就要貼上去 我們今天就會用這個 隱形貼去貼我們的乾花 將我們喜歡的顏色花 貼上去 我們就沿著這個花瓶的邊上 這樣貼 就有一個好像插在花瓶上的效果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心意卡 可以在裡面寫上 你想和媽媽說的話 也可以畫一些不同的公仔 可以當是一張同時畫紙 可以用橫色畫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